为啥中国拒绝接受难民 为啥西方国家一直吐槽 我们对待难民太过冷酷 我们却坚持自己的原则 对难民说不 难道我们真的已经彻底丢失了 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之所以不接受难民 有人说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不生产难民 所以我们也没有义务去替他人的过错 承担后果 第二我们历史上吃过难民的亏 想当年因为接受难民 差点导致我们灭国 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各位领导帮忙点个赞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处的数据 现在全世界因战争贫穷等各种原因 产生的难民超过1亿人 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巨大的 导致难民数量激增的原因 主要跟俄乌冲突有关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 800万乌克兰人无家可归 还有超过600万乌克兰难民 涌入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因口罩原因 和极端气候原因产生的难民 也不在少数 人类历史上产生难民的主要途径有四种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政治难民 战争难民 经济难民 环境难民 这里面战争难民是最悲惨的 有人做过组计 如果把全世界的难民聚集起来 可以组成一个人口排名靠前的国家 如此多的难民该何去何从 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 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世界上真正愿意向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 少之又少 全球超过20个国家 曾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来自他国的难民 尤其是战争难民 因为这些难民会给当地治安和社会稳定 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向奉行博爱和平的东方大国 对待难民的态度 也是一乎寻常的坚决 坚决不接纳 全世界都感到很奇怪 因为这种行为并不符合我们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 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 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故意抹黑我们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用心研究一下我们的历史的话 相信都会理解我们的苦衷 从历史上看 难民虽然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群体 但是他们带来的危机也可能是致命的 我国第一次接纳难民 要追溯到汉朝时期 汉朝时期我国国力强大 尤其是汉武帝让中原实现了统一 还把凶残的匈奴赶到了遥远的大草原上 从此不再骚扰中原人民 到了汉光武帝时期 匈奴内部分裂 南匈奴消灭了北匈奴后 自身实力也受到了重创 无奈之下主动投靠了朝廷 朝廷也没多想直接接受了他们 并给他们划分了土地 也就是冀州和并州一带 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优待他们 谁曾想这次接纳竟成了隐隐入室 由于文化和习俗差异巨大 匈奴和汉人很容易发生矛盾 直到汉朝国力示威 匈奴竟然望恩赴义下要夺权 原本忌惮曹操的兵力 只是潜尝者指 没有搞出什么大的风浪 等曹操死后直接举兵 把西晋灭掉了 要知道 匈奴可不像汉人一样 他们上位后 对汉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就是历史上 第一次接收难民受到的教训 第二次发生在唐朝时期 我们都知道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 最为繁荣昌盛的朝代 经济军事实力 几乎都是世界上最强的 随着领土的扩张 我国也实行了开边政策 对于外来民族都持欢迎态度 所以唐朝时期的街道上 随处可见高丽人 突厥人等一族的身影 后来由于唐玄宗晚年重用藩人 同时大量使用藩兵藩将驻守边疆要塞 这使得外族势力进一步作大 也为后来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突厥一族也趁乱反叛 导致大唐帝国失去了半壁江山 从此便一蹶不振直到覆灭 准确来说 西方指责我们不接收难民 也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 近代以来 我国也是多次向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接受了大量逃离战争 和受到迫害的难民 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难民 他们寻求庇护和安全避难 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越南爆发战争和政治动荡 大量越南难民试图逃离国家 其中一些人经过海上航行 被称为船民 中国在这一时期 接纳了数以万计的越南船民 提供了临时庇护和帮助 当时其实我们也是比较贫穷的 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越南难民 我们并没有拒绝而是给超过28万难民 提供了土耳山安置 不光安排吃住 就连工作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另外还有24万难民进入了我国香港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难民竟然成了后来威胁 当地社会治安的毒瘤 变成了当地的危险分子 这甚至还影响了下一代 十分可悲 1975到1979年间 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 大量柬埔寨人逃离红色高棉的迫害和屠杀 寻求庇护 我们接受了大量的柬埔寨难民 并提供了基本的人道援助 这些例子表明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曾接纳过一定数量的难民 之所以现在我们在难民接受问题上 转向了保守的态度 主要也是因为吃过太多的亏 其实总的来说 我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主要因素 留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内部稳定和社会控制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内部人口管理挑战 难民涌入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局势 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带来不确定性 政府注重国内稳定和社会控制 拒绝接受大规模的难民流入 是为了维护国内秩序和社会稳定 第二点是经济因素 接收和安置大规模的难民群体 需要庞大的资源和财政支出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 仍在努力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 包括减少贫困 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等 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接纳难民 可能会加重财政负担 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国内民生改善 第三点是社会文化因素 我国有着独特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背景 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体系 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 可能存在适应和融入困难 所以保持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稳定 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四点是国家主权和边境管理 我国高度重视维护国家主权 和边境管理的原则 拒绝接受难民 可以被视为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的行为 我国将边境管理 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 因此对难民流入采取谨慎态度 第五是国际政治因素 难民问题常常涉及到国际政治因素 包括战争 冲突和人权等问题 我们可能在考虑国际政治影响 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 选择保持相对保守的立场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大规模的难民 但我们仍然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 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 包括提供物资 派遣医疗队伍 以及参与难民问题的解决 我们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援助 国际合作和其他形式的帮助 来回应难民危机 而不是直接接受 事实上 减少难民最好的方式 就是崇尚和平 停止战争 我国从来不输出战争 这就是对减少难民 做出的最大贡献 那么你认为 我们应该接受难民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内容见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